之前我没有介绍过Webaccation的 这个即时语音字幕的云端服务 那它的功能很多也可以有很多的设定 但是如果你要比较 方便的使用它 除了说要了解它的设定以外 可能还需要搭配一些辅助的工具 才会比较适合 这一次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串流其实字幕它的操作就相对简单许多 即使没有任何的资讯背景 您一样可以使用的很轻松愉快 首先请你打开它的网页 打开之后我们只要三个步骤 就可以把它的字幕加进来 打开网页之后 第一件事情请你先允许它可以存取你的麦克风 第二个我们去复制 以下的即时字幕的网址 那这个网址你在它的网页里面也可以找得到 就在这个 步骤2的地方 那你现在看到我在 它的网页上 其实 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 这一个 即时的字幕预览 你也可以直接从上面这边 直接先选择 不一样的字幕 样式 都可以马上看到它的效果 那么我们 先取得这个网址之后 我们就回到 OBS里面来 在这边你加入一个浏览器的来源 接着 把刚才的网址贴上 你的宽度高度 你会 自由的 设定 都OK 我在这边呢 已经 先加入了一个 目前我这里所设定的是 1920x1080 那么您加入之后 我们第一件事情你就可以先看看 这样的字幕样式 适不适合你现在的需求 如果以我现在这样来讲 我觉得 把它设成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合 那我在网页上 调整好之后 我们在OBS里面看到就是一样的 另外呢 你如果说觉得这个字幕现在太大了 您就可以像一般的网页的大小 这样去直接调整 就OK了 你就可以把它调整到适合的大小 如果说你希望 字幕 在OBS里面的长度比较长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在新增浏览器的时候 把它的宽度 设大一点 例如我在这边设成3000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 网页上 你所看到的字幕 它就变得很长 那一样的我把它稍微缩短一点 把它的字变小一些 变到跟我下面差不多大的时候 那您就会发现 我们现在呢 这个字幕 它本身的 显示长度 就会比 我们之前的 1920 再来的大一些 字幕 李悔